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9日凌晨 日军突然包围了河北复平百亚村 拍摄这组照片的警察计划报社主任沙飞从梦中惊醒 一把露出枕边的皮包就往外冲 沙飞两条腿断了 警委员把包埋进土里 躲过了搜索 这两只幸存的皮包就是最早的中国照片档案馆 里面装的是上万张记录中国抗云战争最艰苦时期的珍贵底片 走进中国照片档案馆 就打开了一部国家相册 馆藏的一千多万张照片 浓缩百年果实 每当翻开这些相册 我就仿佛走进了从未见过的历史现场 战地摄影师罗布特卡帕曾说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 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而我们的摄影记者离战火有多近呢 1948年6月 战地记者袁林冒着枪林弹雨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是北京昌平上下垫的战役 在他的镜头里 一个战士刚刚倒下 离他的距离只有五米远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 几乎在同一时刻 袁林后面的战友 郝建国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个背影就是战地记者袁林 我们来看袁林的装束 手榴弹 干粮袋 枪 全部的装束就是一个战士的模样 只是手里比别人多了一个相机而已 那一年 袁林和郝建国都只有23岁 去年 92岁的袁林去世 时光流转 年华老去 而影像记录不朽 新中国成立后 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的石少华 安排专人收集和整理底片 照片 他说 战争年代付出血的代价保护下来 如果在和平年代丢了 就是历史的罪人 后来 作为新华社首任摄影部主任 石少华让这批底片和照片安下了家 这里是中国照片档案馆的底片库 恒温20摄氏度 存有200多万张底片 一百多年前 底片是用玻璃制成的 这一张拍摄于1896年 是广藏年代最早的底片 摄影者是著名的政治家沈君如 他拍下了自己的妻儿 底片通常只有一两寸大小 那你见过这样半米多高的底片吗 这种大底片是特制的 像这一张冲洗出来 就是那幅流传最广的开国大典照片 有数码相机前 照片档案全部都要贴在本子上 存在库房里 我们管这种本子叫小红本 常有人问 国家相册微纪录片做了99集 选题都从哪里来 我说就是从这些本子中来 这个小红本 编号爱223 标题是康藏公路 上世纪50年代初 部队进藏修录 一批新华社摄影记者 跟着部队 一走就是几个月 甚至一年 国家相册第九期 修天路的人 照片大多出自这个小红本 这间屋子里 有超过两百万张照片 大多数人眼里 看到的是冰冷的柜子和旧相册 而我作为图片编辑 和他们相对几十年 这里面有活生生的大历史 和一百多位老摄影家 毕生的心血 中国百年风雨离城 很多关键历史时刻 新华社摄影记者都在现场 他叫钱四杰 1955年4月 新华社派他去印度尼西亚 采访一场国际会议 原定乘坐代表团包机 但他临时改道 走了海路 上岸后 等着钱四杰的是噩耗 中国代表团包机 赫什米尔公主号 爆炸坠海 乘客全部疑难 其中包括他的三名同事 除了他 另一个临时因故 没上这架飞机的乘客 是总理周恩来 这次会议 就是著名的万龙会议 是新中国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活动 钱四杰成了唯一一名 从中国来的声音记者 他几天几夜 不免不休 拼命工作 他要用手中的相机 替刚牺牲的同事 留下刊当历史的记录 中国 从鸡贫鸡弱落后挨打 到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里 凝结着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影像 随处可见 这张照片 拍摄于1931年11月7日 那一天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瑞金召开 也是新华社成立的日子 这张照片 是新华社播发的 第一张新闻图片 81年后 这张照片的底片 随神州九号飞船 遨游太空 新华社声音记者 再次定格的瞬间 两次快门之间 已是天翻地覆 沧海桑田 从最早的两个皮包 到一千万张 是一代接一代的记录 也是背后 一代接一代的守护 照片档案 一张不能少 一张不能丢 我和我的前辈 和我的同人 用了一辈子的时间 做了这样一件事 是我们的荣幸 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 国家相册一百期 我们带大家 走进中国照片档案馆 向历史至今 向历史的记录者 和守护者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